主料,土豆100克,洋葱50克,鸡蛋2个,广东香肠200克,辅料,油,盐,胡椒粉,料酒,准备时间10-20分钟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土豆切丝或者有擦丝的工具。 将土豆擦成丝,洋葱切小粒,广东香肠切小粒,打两个鸡蛋,将鸡蛋土豆丝广东香肠搅拌均匀,加入盐,胡椒粉,料酒调味,不沾锅内放入油,油热将土豆鸡蛋也倒入锅中,单面煎至变硬,外面继续煎,直至两面金黄成熟切成小斑块即可,烹饪技巧,煎至两面金黄即可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